海科馆在暑假8月 每周六傍晚在海洋剧场前 都邀请音乐团体现场演奏 8月25号邀请到国乐团演出 让来自各县市的朋友 看完IMX电影之后 一起在广场聆听音乐 享受愉快的周末假期 广远老师带来传统与现代的国乐曲风 微风吹拂真的是一大享受 不少来自外县市的朋友 都给予极高的肯定 我第一次来我们住桃园 对很棒 就觉得在这边 可以有这样的音乐饗宴 觉得很不错 第二次来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玩 我第一次来 我觉得很好玩 中场休息时间 还可以跟杜琪船长玩游戏 去外的八斗子三宝拳 让民众了解八斗子的在地特色 石花啊石花 小卷啦小卷 飞鱼啦飞鱼啦飞鱼啦 哇 滑了 厉害 厉害 第一年举办属席的活动 那由我们杜琪船长陪着所有的大小朋友 一起来参与我们海科馆的活动 那其中包含了海洋音乐会 Cospey对才会海科号 以及我们我爱爸爸 平中信等等的活动 那特别是在我们海洋音乐会的活动呢 连续四个周末都是以不一样的主题来呈现 现场的朋友的反应也都非常的热烈 那今天正好是我们的压轴场 是我们的国乐主题 也让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音乐的饗宴 那另外呢 在我们主题馆的部分 我们会在12月底的时候正式开幕 那在我们主题馆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呢 有八个展厅 其中呢 最受小朋友们期待的就是我们的儿童厅 里头打造了像儿童乐园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认识海洋科技 欢迎到时候 大家的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海科馆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所有活动 参加民众除了参访探索馆 海洋剧场之外 海科馆主题馆也将在今年12月正式开幕 海科馆营运团队也规划了系列活动 要让参与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